梁瑶 邵夫人 请坐 我在家的时候就听婆婆提过 贺掌柜是顾家山号的元老 陛下汗马功劳 若是没有贺掌柜这样的左膀右臂 便没有顾家山号的今天 东家抬举了 少夫人 这里是铺上 新进的一批上好的衣料 您一会儿慢慢地看一看 若是看上了哪块 我让伙计给您包起来 送到府上去 属地花螺 丝质轻薄 提花细盈 看这文样 是景观城西坊制造局制造吧 是 叠质又实心 的确是极好的 只是今年入春晚 花螺不耐寒 与其放着天热了 再做成衣料 不如先做一些丝巾 绣帕 也许卖得更好一些 这主意甚好 少夫人 您是杭家呀 我娘家也曾经营 一些布庄生意 规格之中略知一二 少夫人 我带您去寻一寻 顾家其他的铺子吧 这不合礼数吧 少夫人不必担心 这是东家主母的意思 她吩咐过我们 只要少夫人乐意 可以随时寻顾家的 任何一间铺子 您奉婆母之命 巡视自家产业 无算于理 那便有劳了 少夫人请 少夫人 您看 沿河两边的街道上 全都是顾家的铺子 不仅扬州城 在江宁 明安 胡州 明州 顾家也都有这样的 街市和铺子 负责的种类 涉及盐行 粮行 还有珠宝行 少夫人 再带您去那边看一看 请 刚才少夫人 看了粮行库藏 官员曹韵 还有 接下来再看一看 家里的总帐篷 差不多要紧的 也就都寻到了 这 少夫人 这帐篷先生的脾气很古怪 在点书做账之时 最继打断 我看 还是不变进去了吧 说得是 少夫人 请吧 好